歲子有格列莎卡BB 而匈牙利有蘇寶斯拿爾 兩位利技男神的對決 不知道哪一隊會贏呢 我是小小飯樂比的阿仙露 和麗佩茲 第一輪意大利對阿爾巴尼亞 是最關鍵的一場球 因為另外兩隊那麼厲害 差少第三 看這一場吧 我是看好意大利 只要出線就入到四強的積棋 有新生代的地上最強西班牙 有舊一代的黃金中將克羅地亞 兩邊一齊對壘,我就念舊一點 我一定拆克羅地亞 我是之前克羅地亞冠軍的Viu仔 歡迎收看今集 麥麥波都J 哇,我們有新朋友仔 是啊,很高興認識你 Viu仔,你好 我小鮮肉,好亂啊 好亂啊 今天呢,竟然感受到這麽嫩滑的肉 其實都對的 因為都很適合你說這對西班牙 是啊,你自己洗澡我自己都覺得鞋濕濕的 是啊,這麼醜 不過我喜歡一些老的東西多一點 我喜歡一些成熟一點的女性 有些知性味 其實我是喜歡克羅地亞多一點的 哦,不過是看女足的 低調低調低調 我們今場就是正正講這對西班牙對著克羅地亞的菜式 都是B組 這兩隊,剛剛Viu仔都有所介紹一點點 就是說西班牙好像是新生代的地上最強 而克羅地亞,周師傅的中場 我們都看來有些熟悉的名字 但是他們的年紀都不小了 克羅地亞始終中場的三個 大家都知道老了 老波骨,即是波索域 哇,這些熔宇那麼老的 是啊,立即可以配合他們 就是摩迪,高華斯這些 但是其實他們三個 搓著波時依然是很純熟的 就是他們三個不用用很多體力 就能控制到長波 對西班牙也是一個考驗的 其實是不是他們真的波底好呢 因為克羅地亞有一個洞 就是它的洞都很穩 是啊,穩,穩,穩陣 穩陣的 這幾位都是男人 但是我真的會擔心 如果踢45分鐘的話 我覺得甚至乎是 整個歐國杯最黃金的中場線 但是90分鐘就真的有點牙煙 但是一直以來 我記得克羅地亞都真的很硬盛 而且耐力很舊 以往世界杯也好 連續兩屆的世界杯 都看到他們的銀力 去到最後每場都好像8、2分鐘 是 他們都頂得順 是 但是分組賽沒有8、2分鐘 最重要是拿到分出到線 因為今年有三個名額 所以如果他們拿到分 其實我想出線也不難 其實某程度上 正如我開場白說 阿爾巴尼亞 你說他是不是很弱呢? 不是 但是拍到另外這三隊 都像是宋婚同志 換言之 他這三隊直接對女 可能會更加小心謹慎 大家在這裏是0比0 大家不動不動 猜猜猜猜猜猜 猜到完場 馬柴 馬柴 其實他之前有儀賽隊 北馬的時候都梅開爾 今季就加盟了和夫師寶 雖然表面上的表現就不是很突出 但是往往 不知道為什麼 黑羅地亞的人 踢國家隊 特別是聰明的 他們有團結性 是 來到國家隊 他們就很勇猛 始終他們之前都是戰爭國家 男子拉布 沒錯 所以特別是聰明的 但是後防 都不可以不說 這個那麼出名的嘉華導義 當然 Yuvario 嘉華導義 現在就效力萬成 大家都知道 之前 嘩 手到 真的手到出名了 真的唯一 有一個男人 你抽不到美絲 是的 那樣子失敗了 對 但他去到季美 其實在曼城都已經不停入球 又有時不時都會 所以 看到他其實一直在進步 用球 相信在黑羅地亞都非常重 但是嘉華導義在曼城 我們就會比較見他在左閘位置 現在他在黑羅地亞 就可能打到他擅長一點的中堅 他會不會在左閘位置 就是多了一個出擊能力 或者用球能力 上前推上去的進攻力 但是去到黑羅地亞 他如果經常這樣上前推 會不會很容易失波 或者失位 我想他的戰術任務 和在曼城的時候有些不同 畢竟黑羅地亞 雖然說每個人都很拼命 就是論能力 始終後防線是很需要他的 不能貿貿然自己湧上去 我覺得要有所犧牲的 他自己也要調整一下 要有一個意識 留起碼在這個中圈後面 不能每次衝進入禁區 我想都沒有問題 因為始終以前在RB來比石 那天其實都是打中堅 左閘也有打過的 還有說真的 你們來到一個家隊 最緊要他旁邊的那些幫 走一走一走 都不能去哪裡 最緊要幫他包一包一下位 他都知道要做些什麼的 右閘也可以說一下 這個都是利記的 利文很順利的 史德尼石 你威風了這期 他最威風 其實為什麼他最威風 因為他是拜人借過去 這個就是他最威風的地方 那就是打倒自己 沒錯 所以史德尼石 今季其實在利華 都幫了很多不少任務 有時候會頂替費南幫的位置 所以其實這隊 這隊克羅地亞很齊整 我覺得你對於克羅地亞真的很樂觀 對於克羅地亞 我的人很樂觀 對的 但如果今場 你覺得他們可以去到冠軍 即是賽冠軍這樣的地步 但今場小組賽 不等於這場一定贏 對 遇到西班牙會不會贏呢 這場也有點難度 我覺得 剛才Viu仔就說 克羅地亞輕鬆搞定北馬其盾 但是西班牙之前 都很輕鬆地搞定了北愛爾蘭 都是北下北下的 而且他們入球的分佈都很散 特別是柏迪又入球 然後莫拉達又入球 所以其實 進攻上 西班牙好像都有些 跟身換代 雖然中場現在最主力 都還是萬成的洛迪 但是他們的搭檔已經轉了之下 想不到他們在進攻上 既有一貫的短傳配合 之餘 球員的把握力都好過以往少少 其實所謂的散 其實是遍地開花 每個球員都入球 我剛剛以為他 說那個主力是莫拉達 你看莫拉達是不是都好了 其實 莫拉達在馬體會上半季入很多球 下半季就死了火 不過回到國家 流力他踢了 流放多重要 流放很重要 我覺得他們在國家隊 因為現在西班牙 其實就不是大家以前看的那隻 只是在猜猜猜猜猜猜死 他們都猜 不過有時候會更加直接 你看看左右兩邊 那兩隻翼 沒錯 快到瘋了 快到瘋了 一個Laco Williams 一個夜馬 一彎 一彎 兩個都很快 所以基本上 見你猜猜 他引到上來 就靠後面洛特 立刻飛球上去兩邊的翼 壓下去出一些球 簡單了很多 其實不需要 只是說他兩位翼位 其實兩個的柴位 其實都是有點出擊 就好像基飽道 又是尼華古順 這個也是很多的助攻 所以他都是一位 我們經常說 公強之首的球員 另外卡華柴也不用說 剛剛都是為了 拿到這個歐聯 第N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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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至15 拿到首院了 你們拿一下 真是的 多忙特差一點 只可以說 哭出來 哭 但其實我覺得西班牙都有些隱憂 因為其實你會看現在 看究竟出左閘位 不知道會出基馬道還是股庫 你是想股庫的 那我就當然不想猜 快點回來車又少了 這些基馬道 本身他的出擊能力都很強 卡華柴那邊 本身也會上 而且他回落速度有點慢 所以變成 經常會有後面的身位 可以讓人扔長傳進去 有時就是這樣就會失敗 你知道現在很流行 打一些Half Face 其實兩隊都預期會有這一招 特別是兩邊都有一些放長傳 很灑家的中場大師級指揮官 就是摩迪、洛迪 放那些場傳真的很準 就真的看看哪一邊 可能在進攻的時候 兩隻翼都打開上去 但是不太順利 就被人一個反場 然後就放過過頭 那邊是爺馬 那邊是馬爺 馬爺 跑他一段就殺上去 都會見到這些反場之後的反擊 我覺得第一球都會這樣出現 還要再講的 我們當然要講兩個門章 兩個門章 兩個門章 我也是上屆世界杯才認識的 兩個都是 一個Simon 一個利華高域 利華高域就出名一個小禁區門將 他永遠不會出來打手槌 經常躲在龍門前面 但是有些反應快 Simon 就出名派交 因為他世界杯就是派過交 令到我印象 我想問交過拉雅還是拉雅 就是他們兩個是誰 我覺得我對拉雅頭順利 真的嗎 我們拉雅頭順利 我覺得西門 西蒙 他交起上來是交過拉雅 但是他好起上來就好過拉雅 所以你不會覺得他一定交的 所以就出他才拖 而且他出場的事 因為這幾年都真的出他比較多的正選 所以其實我都明白為何會用Simon 你不要不開心 快點回來拉雅 不會 我們球會的那些 永遠有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那些不要出的 你不要傷 不要太多 快點回來幫手 這樣就更好 會不會在隊內練球 給莫拉特射到手 拉雅要手骨 莫拉特會射球的嗎 他就是射得不對 射到你的手 射錯球 明明你射通坑他 結果他射了上三路 那你拍檔覺得這場比數是怎樣 我猜 你都已經 是啊 我拆克羅尼亞 0-1-1-2 還是會不會現在這一刻 不會那麼出盡力 克羅尼亞 反而我覺得西班牙才會有這 不想出盡力 計算 Yeah 計算 克羅尼亞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就不至於默契球 但是我覺得第一場 大家都可能試一試探 除非你說在頭20分鐘已經開了紀錄 就逼著另一邊要撲出來 否則平平淡淡去到半場的話 我都看好可以是001-1這些賽果 我和即期差不多接近了 我都猜會保守一點點的兩隊 可能是0比0 但是我稍稍覺得西班牙可能會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你會有點著數 兩邊翼的位置其實都真的快 所以會不會打穿到 我們稍慢的中場又或者是後防線呢 那我都會有個疑問 可能覺得西班牙有機會沒有 不單止你覺得有著數的 就是這個外地初盤 即是初初初盤 都是西班牙是在讓0.5的 所以如果我們那個想法是001-1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撐一下Viu仔 克羅尼亞有料到 你是在繞圈繞這麼久 rational 其實都是支持你 因為你是新來新豬肉 原來是新來新豬肉 這一節就先給你面子 接著兩節就沒那麼好說話 毛刀霍霍向豬羊似的 我只有一些豬羊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那我們看下一節我們講編隊吧 KK 喜歡搞會員制 是嗎 那我們要做什麼 不知道 我想拍多些片 但是KK 你是車路士女神 當然多人看吧 我拍片會不會沒人看的 整群阿仙奴求迷你怕什麼 你大多人看吧 還這麼說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麼多主持 應該有很多東西看的 沒錯 還要多些人將會員 我們多些資源就請多些主持 做多些不同的片 聽說 還好像很多倫理會加入我們 是嗎 那到時候我們夠多人 就可以搞個大型的看球派對 真棒 對呀 快點 加入會員先 怎樣做 這裡 你也要 快點 唉 總是留有懸念 講完西班牙以及克羅地亞 怎樣都要講完他們 同組那兩隊 這個意大利 對望之國旗都不太熟悉的阿爾巴黎 那你是意粉還是耳粉呢 即有個音 耳 兩個耳 如果裝模作樣 你就是顏粉 哪一隊有靚長 你捧哪一隊 那是等粉 最重要是等粉 很奇怪 這個畫面很奇怪 但原來我覺得 就是看了剛剛的陣容 阿爾巴黎亞 有這麼少半隊的人 其實都跟耳甲有關 可能有些人都在耳甲效力 究竟會不會對著這一隊 意大利會有些渣拿呢 我覺得是只勝於少許渣拿 因為意大利國家隊 某程度上都是耳甲的明星隊 當然是很了解其他耳甲的對手 你分分鐘對著一隊 可能實力相約 但並不是那麼多在耳甲效力的球員 沒有那麼熟路 沒有那麼容易檢查 反過來 你後防線 三個預計的正選 都是來自耳甲的 我知道要怎樣過來 我知道要怎樣配合 但我都知道怎樣防你 但那三個 其實說真的 除了迪尖士特 今季叫做好表現一點 亞特蘭大 畢竟都很厲害 厲害 但希沙漬這個名字 有看球內 看了十年 我小時候都看他看球 那麼小 小時候 科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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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基本上 他在哪裡 他在科斗 我可能這樣 希沙漬 他本身今季 其實都越來越少出場的機會 本身上季都叫做打多正選 但其實現在越來越少 再加上 其實 看看龍門 這個 連費拿根都搶不贏 史達奧莎 真的 真是一般 說真的 費拿根現在在荷蘭 連正選都沒有 現在看賓福特 但現在 史達拉 他只能拿到正選 即是拿不到正選 在這裏就可以拿到正選 但我知道Will仔 你熟悉的不是他們的後面 是他們的前面 沒錯 寶茶 斜路士今季 外借了去富咸 BRO BRO 波亞 或者叫寶茶 其實他一直在富咸 其實沒有上陣機會 不是都有少少的 我充足體力的 即是他來到阿爾巴尼亞 反而有些上陣機會 我真的一壓行 看見這對方 你剛才說 我以為你還對他很有信心 體信心的一票 好啊 但他在車子的時候 好像挺好的 都算 都是普通的一輛火車頭 但怎知道去到 去到什麼蒙尼斯 那些都搶了正選 就知道這個寶茶都不是很行 說真的 我覺得唯一阿爾巴尼亞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們沒有球員的名字 都有一個J字 不是每個 即是大部份 即是最後一輛沒有 在第一輛都有一個J 即是Jic Jic Chara 即是J音 不過這些都是提羅話 我們先說一下意大利 先 是熟悉的名字 其實因為上一屆他們現在是 上一屆他們是今季的衛免冠軍 是 之前是文仙尼交 但現在已經解僱了他們 因為輸了給北馬其頓之後 那件事 其實他們陣容裏面 都幾多熟悉的名字 尤其是中間的佐珍奴 即是我熟悉的名字 我也很熟悉 車仔也熟悉 對呀 我也很熟悉 都是的 但現在是MyMan 當然是你喜歡 是你的人 是你的人 不過其實意大利陣中 真的只剩中場 看得下 多拿龍馬的名字很響 就是多拿 很響 但是為了多拿而投身 巴黎聖約爾門之後 好像在四年之內 沒有進步過 甚至是有些退步 我想會不會有點像盧卡古那種 他很小 16歲就成名 可能因為他的身體條件很好 高 他就比同齡的其他小朋友 更加 為何突然說那些發育的東西 更加有身體的素質 因為我今天說 對呀 對呀 我就知道發育的東西 對呀 但是就是因為他已經沒有什麼 就是這幾年 剛剛成年 就多了興趣 沒有那麼專注於踢球 我懷疑是 而且沒有什麼進步 你想想 以前寶芳好像最強 打到四十歲 還是那麼厲害 但現在多拿龍馬 就似乎有一點 以前就覺得他挺厲害 現在又 巴黎太浪馬 還有太早拿冠軍了 太早拿了歐國冠軍 沒有了那個叫什麼 心步 對呀 他不想進步 有一點 用腳繼續都是西西的 可能怪著其他西都不懂 多拿西馬 對呀 多拿西馬 其實你說巴斯東尼亞 文仙尼達米歐 預計把三中堅 但是 說真的 中間的真羅卡文仙尼 他有看球 都知道他是炸彈人 真的 如果不是Dally 摩連奴 那時候摩連奴 那時候摩連奴 當然現在羅馬 換了迪羅斯 但是其實 文仙尼不穩陣 所以其實 我見有些 意大利的球迷 都會出拖連奴的中堅 出一個 波安基奧奴 都可能會替代他的位 但現在的二甲 是不是真的沒有以前 那麼防守性 已經是進攻一點 這個肯定是 他們研究戰術 都沒有那麼研究在防守方面 反而是在進攻 是投放了很多心血 甚至乎 意甲就出名是玩戰術的 他們在進攻上面 久不久就會有些新鮮感給大家 就不像某程度上 你看歐聯 其他來自英格蘭 西班牙 甚至是巴黎 來自法國的隊 他們都是踢類似高位迫搶 迫搶完之後 就可能快放一些長傳 只有王家馬德里 零零四四 有些領西波統 但是意甲很多的球隊 因為他們的陣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怪 即是3-4-3 經常有 甚至是3-3-4都推出來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戰術就會很豐富 但是去到國家隊 會不會去到這麼大膽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後防不穩陣 一些比較年輕一些 一些雖然都出了名很久 但是出名是不厲害的 例如大美安是挺好的 但絕對不是一線的球員 炸彈人民先來 我覺得他都要逼著出 沒有什麼肯定比他好 也是 叫做唯一好一點的是巴斯東利 巴斯東利就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左翼衛的迪馬哥 就真的很強 這個是第一名 首先他當然頂了歌聲師 而且大家如果記得 他的歐聯的表現 是非常之鎮 整齊太多左路 基本上都是他打了 所以我覺得迪馬哥 右邊的迪羅蘭素 都是一些比較平均一些 走上走下右的球員 所以我覺得兩邊的翼衛 理論上以大利來說是挺好的 其實迪馬哥是不是都可以打 可能中堅又可以 或者是閘位又可以 他多數都是打左翼衛 即是一條邊 對 因為他有點像左腳 以前有些利物浦有個壞屍 左腳的那些 Cut in 進去 或者抽射那些 他是非常好 非常好 他是很強的 無論是斬波能力 或者是上去射一腳的能力 都是很強的 都沒有什麼人當他是左後衛 就算擺四後防 他擺那個位置 都是一個走下了一點點的左翼 其實他真的攻強於守得很明顯 所以也都因為這樣 就把三中堅兩翼衛的陣式 某程度上都是要幫他擺一擺底 是 還有我有了解到他們的領隊 也是比較新上任的領隊 即是士巴列堤 其實他就相對地 我覺得是比較運用兩翼的 即是作品比較多 我都看過他幾場的友誼賽 看到精華 都挺依賴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基爾艾沙 兩邊出一些球出去 現在我們正戰投射 希望可能會放在史卡馬卡 雖然他今年的表現就 我覺得還好 但其實我覺得他的位置做一個支點 是有點像基奧特哥的作用 即是他的薄腳一兩腳 我又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會見到他有多型 那些紋身又多 那他也是一個挺矚目的點 你可能覺得他在埋門那一刻 或者他的入攝能力不是太準的 但是他一腳薄腳下去 給兩隻翼的時候 其實他的作用都挺大的 嗯 那史巴黎提 大家記得我們拿波里 拿半斤那些 所以為何這麼著重質疑呢 因為基爾拉蘇希壓 其實那些人加上澳心鋼 右邊普利塔銅 就是用了那些質疑 其實報紙都挺像的 都是盡量用那兩項 即是好聽一點就說質疑 我們肉酸一點就說V-flow 自己來 力活性很強 對 力活性很強 那麼 那時加馬卡 其實韋斯咸就失意了一季 過了阿特蘭大 那麼他最厲害的軟射 在阿特蘭大是有的 我想是聯賽的節奏和速率不同 所以就令他好一點 那麼壓迫 是啊 他如果拍攝基爾拉蘇 基爾拉蘇 我想其實叫做平穩 你說有沒有一些上升空間 暫時就不太見到 基爾拉蘇應該都到定的了 你預計他 即是經常說他是年輕新星 都已經來到20宗了 就不要預計他還有怎樣進步 但已經是很強的了 都可以稱得上是 以大利陣中的首席球星來的 當然在你心中可能是佐珍路 我都覺得佐珍路先對方首席球星 啊 最出名的佐珍路 每個人都認識佐珍路 不是 因為我覺得只要他不值12萬 不是 他值12萬都很穩陣 在我那裡很穩陣 即是意大利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他做一個控場 在防中 即是6號位 我們常常說 其實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是其中一個不可話決的 其實我覺得三個的中場 分配得很好 佐珍路 巴里拿街 羅蘭素派利堅尼 一個是羅馬的輸送人 叫做羅蘭素派利堅尼 即是釋放了 迪羅斯手下 就由後帶上去都可以 巴里拿Boss to Boss 不過唯一有些擔心的 是有些相 不知道可不可以趕及這場 給我復出 後面佐珍路又不用 是世一來的 佐珍路 厲害啊 鬥著中場 這樣就贏了眼睛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覺得是阿爾巴里亞 我覺得是看好的 但不敢說贏眼 這個世界沒有贏眼 就像之前世界盃 猜第一場阿根廷對著什麼 沙特 阿根廷對沙特 這個世界盃絕對 沙特 你聽明白 我聽明白 是 今天怎樣 意大利呢 對上人拿冠軍 不過接著又進不了這個世界盃決賽周 都餓了大賽很久了 我覺得應該要贏一場 靚靚仔仔 但好像歐國盃之後 拿了冠軍那隊下一屆 好像是會成績 是呀 多數都會 這樣的嗎 是呀 多數都會挨苦 但是這場我又覺得 就是看他 今天有第三位 又有第三位 所以整天留定給你 二代是你 那個位置給了你 對 那個位置給了你 所以我都猜 我覺得 魔咒就不是這一刻 應該都出到 在之後兩輪 今場應該都贏到 我猜二比零 不是和我一樣嗎 二比零 我呢 我呢 再貪心一點 我覺得要三比零 我們都猜八旗了 是的 首先呢 外地初盤都讓到一球球半 所以 是看好意大利會贏的 另一方面呢 我一開場八刀趕 即是 要爭少了第三 就很重要 是看這一場 之餘 可能還要計得失球 你真是很難說 會不會令那兩隊 不小心困一困 或者是 摩迪 波索 一齊都傷了 那克羅地亞 再去對阿爾巴尼亞的時候 可能就未必贏得 會失分 所以意大利呢 不要想太多了 在全組最弱的 那個對手身上 贏多一點 之後兩場就有些空間 可能零一零零 那就搞定了 但這場贏真的一定要 不然之後壓力就很大 這場贏不了 這場贏不了 就該你出局 不是因為是魚腩 這對話 即是這一組 在這一組裡面 真的很死亡 我很希望有另一隊 哥斯達利加 真的這麼強 如果他們又變這個 哥斯達利加 就好看 總結來說 意大利贏面就高了 阿爾巴尼亞 絕對不要當它 完全是流的 畢竟他在外圍賽 都是力壓折黑 波瀾 這些 不是很強 但都是有實力的對手 是獲得這個小組的手名 五二踢 這個小組真的有時間鬥 我們休息一會 轉去下一組 好啊 來到最後一節的 這場球 雖然我們放在最後一節 但其實原來是我們最早發生的 沒錯 在今晚夜晚的九點鐘 就有這個 匈牙利對瑞士 是A組來的 為何喜歡放在最後一節 我覺得很有看頭 是嗎 是啊 你想看哪個頭 有兩個頭都挺想看 是不是蘇布斯麗 蘇布斯麗 蘇布斯麗 其實他在匈牙利 真的 我想很多的旅球迷都因為他而支持匈牙利 其中一個是昆寧 大家都知道 對上那個大賽 一趕到匈牙利 他就馬上發狂 我想應該百成都會 啊 給我選匈牙利啊 那些 但現在他就很開心 搶著選匈牙利 是嗎 今集不知道為何他又不出現呢 交了給我 因為另一邊有格列莎卡 交給我 我就明白 那今季隔壁西卡利滑鼓順 那個作用性非常大 我們很多人都說 其實如果阿仙奴留住他 會不會我們今年是有些機會呢 那留住他 沒有佐真盧的位置 會不會 那佐真盧給他 對呀 佐真盧給他 他就很開心 是啊 我們很需要做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今季這一場的比賽 瑞士對著匈牙利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沒有看頭 當中好像瑞士一樣 我們都覺得他有一支很硬正的球隊 尤其是有幾位都是陣中的大將 好像剛剛說的 賀利西卡 精神領袖 還有他在這幾年 他都真的有些進步 不會再把那些激情的東西 放在一些不適合的地方 那些紅牌就盡量避免 即適當的事 是的 激起大家 可能純粹是球員之間的士氣 當然就要激起 但是就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另外 其實 另一位 沙基利 都是非常扭得的其中一個球員 很多人都說他扭得 但是呢 賣門那一刻也是一般的 但是其實瑞士 今年呢 我都是看黑馬 都是黑馬分子 你都覺得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其實因為他們現在 應該都還試引那個陣式 當然是三中堅 還是四後是好 但是近這兩場用過友誼賽 都是用過三中堅 我猜三中堅的機會 可能會大一點 那 始終他們兩個那個中場 就是沙泰 剛才你說了很多 另外一個是費奧拿 那些人叫富拿 是的 費奧拿 以之前呢 在耳甲裡打滾了很久 都是Boss-to-Boss球員 是非常之好的 上落得很快 上落得很快 對 也都很小好用 所以很多人 就是 預計他們的戰術 都是很簡單的 也是我們熟悉的 扔兩邊的場 打滾反擊 扔給沙基利 其中一個 會不會扔給誰 扔給誰 額到你 額到你 額到你也有機會 他也要跑的 華家斯 這些都是跑得之人 但是 我覺得不可以看沙基利 即是他在美積裡 想不到數據還是挺帥的 美積 是的 就是鬼馬在他 回到國家隊 又是這麼厲害 還是 是不是他對國家隊的熱情 又再大一點 可能是的 有些男人 都喜歡一些 即是他和計世界 好像喜歡做這個 是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真的 算扭得 而且他入攝是算靈 因為他始終那個身形 優勢 就算什麼都沒有 都還有些死球 OK 我想你對沙基利 剛才所說的意見 某程度上都是 他在英超給你留下的印象 就是他射術不夠好 或者身體不夠硬正 但是你想想 那個是英超的體格 英超的節奏 先不說在美積 哪怕是在歐國杯 其實沙基利的盤樓入攝能力 都仍然是值得信買的 嗯 除了沙基利之外 後房都好像有一些熟悉的棉孔 嗯 那個蛋子 蛋子 炸彈子 噢了 其實是不是真的 如果他放在瑞士裏面 他是不是都是做萬成那種 因為他以往在當夢 可能都是一個炸彈 嗯 一件炸彈 一件炸彈 但其實他的萬成 只不過是踢法改變了 所以令到他沒有那麼炸彈 那如果百系瑞士來講 會不會他都是其中一個弱點呢 如果防守上面 但怎樣都好 比他隔壁的拍檔 艾維迪的 是 其實我簡直 那不是真的傷炸嗎 那些催他不脹 那種感覺 就是在萬成 我真的很少見他再炸的 我也是的 是啊 催他不脹 他沒有什麼好好的表現 但是就沒有拍膠 就是不炸 那就要拍著艾維迪 所以不穩陣 就要試到三中堅 把列卡奴、奈利古斯二 賣過去左邊 左中堅 因為這個拖連路的隊長 那現在就一直都是 以前我們熟悉的是打左閘 就是那些出波很厲害 和寶那時候 武夫斯寶 但是去了耳甲 開始都老了 就是媽媽呢 就退回去打三中堅 那些叫什麼 露素 是啊 是 看餐吃飯 現在一邊 那瑞士說了一段 那匈牙利呢 是否只有蘇寶斯達一個 最有看頭 也不是的 門將呢 古拿斯 其實他那個位 原本都不是很穩陣的 因為他大傷了一段 但是近來的友誼賽 他相遇了 就馬上用回去了 所以都是非常之好 還有柯斑 這個大舊衰中堅 真的整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閃念十一人 同場地 他說 他是很像的 很像的 就是他的身形 那些很像的 是啊 都是一些大舊衰來的 那這些都很重要 就是在防守上面 那今場其實 會不會相對地 兩隊都保守一點點呢 因為我常常都覺得瑞士 就是 不是你死一 不是那種叫什麼 就是一起死那種 是 You die or die 是 你死就好死 我就跟你死守 我不入球都可以 那種感覺 但是對著他 匈牙尼 已經要用到這一著 那之後再對著德國 那怎麼辦 那就是 德國很差 他以前是德國粉絲 我現在也是 他現在是德國粉絲 但是今次 唱淡 剛剛看完就知道 他已經是支持 這個 HELLO DIA 我支持很多隊 但是主辦角 德國真的完全沒有信心嗎 零呀 零信心 就是在這組告訴你 包尾七局 聽說我馬會賠率都 包尾七局 你信不信 包尾七局 OK 第三名都不爭 是不是 不是 因為其實你看到 匈牙尼這隊 這隊 都是經常性 其實他們 就是小組賽的時候 是 見到外圍賽的時候 都是踢一些比較上 機動一點 都是靠前面 這個馬鐵亞當 設球 接著 還有近一陣 什麼基基斯 基斯 在波利亞夫都打得不錯 是 一直都被人稱讚 還有結構穩陣 這些球 就是結構穩陣 基動性 所以我覺得這隊匈牙尼絕對不可以看少 我覺得 外圍賽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同一套形式 打足八場球 套形式不錯 球員密契 又建立得不錯的時候 就叫做 拿刀都足夠的分數 手能出線 但是我有信心 應該來到 即決賽 周小組賽 就不會是單獨 用回同一套 是要有少少變化 如果還是那一套 就被人看穿 一定是分都拿不到 看看會不會 因為其實他們 我覺得 他們是最早出大評單的一隊 真是 沒有什麼人好選 沒有什麼人 一來 所以他們可能是 夾發夾熟 即是用開衣班 就衣班 那一隻 我想法上 但因為我覺得他們有優勢 剛剛即其說到一個默契 就是他們的領對馬烏羅斯 其實在2018年已經是教他們 他也是教他們入了歐國盃的決賽州 所以其實看到他的成績 還有他在上屆就是入了死亡之組 對著好像意大利的法國 但是他都沒有輸的 又輸了一場 輸了一場 好像是兩為一負 其實成績對於很多人來說 其實通牙利也不是那麼簡單 對著死亡之組不是輸了 所以今場對著瑞士 會不會可以撿到一分呢 對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這些叫做骨 即是難吃的骨 即是你看上去的牌面不是很強 但別人這些 即是全部那些默契夾好了 即是 這兩類股其實都是 其實我們近這一兩屆看歐國盃 其實都是用回衣債人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都是用回 但他們就是那個紀律 即是很有紀律 即是用來用去衣債人 那你就會覺得 其實這些骨 你看清楚很難吃的 而且去到我這些杯賽 我們經常都講的 因為沒有球會這麼練得這麼多 密切一定是差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的打法上面 是比較難聽保守一點 其實是有好處的 或者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對 你很正面 我是保守 你是簡單 這一組另外三隊他都看好了 是看德國而已 是啊 我覺得就是他越喜歡那件事 就越熟悉 越熟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流動越多 沒錯 錯漏百出 我們看阿仙奴都是這樣 是嗎 你經常爭的 你都經常罵馬聯契 你都經常罵馬聯契 不過說真的 這一場球 首先我們初盤是平半盤 瑞士 可能讓到半球 我有些懷疑 因為瑞士之前在熱身賽 雖然贏了一場4比0 對手是愛沙尼亞 對著挪威 對著奧地利 都只不過是膽和 所以我覺得瑞士在進攻上面 火力是有奢侈欠缺 我覺得瑞士進不了 即是0-0 0-0-1-0 我覺得匈牙利可能偷了雞 0-0-1-0 我會稍稍看好瑞士一點 始終我會趁加利沙家 今年勢頭在 再加上 其實你只看整體陣容 好像艾簡治 其實他都有大波上前的能力 他可以做到那個串連 所以在進攻方面 我覺得反而是和即其相反 瑞士可能有機會一比0-0 死球過球他們也是最沙家 那便行 艾簡治上去做球 那便只剩下艾維迪在後面 屎眼 死中 看完尾陣 看完尾陣 即是死球過球 那些是有些反骨 男人的 看男人 不是男人來的 咦? 是嗎? 咦? 看過他 我是覺得匈牙利 這場部應該是0-0 即是預期0-0 但我 我是覺得有機會偷雞 我們都是覺得匈牙利有機會偷雞 會喜歡胸 看到胸又支持 看到胸又支持 看到胸都開心 總結 我們三場球 西班牙、克羅地亞 大家覺得會略為謹慎 可能和局的意味較重 跟國旗差不多款 意大利不可不勝 這場都贏不到 就早點收工 最後A組的匈牙利瑞士 都近近 大家接近 始終在分組賽上 都好像我剛才說 相對地大家保守 看定來吃 應該沒甚麼入球 他比較悶 所以為甚麼打在第三次 即是小 即是小 小 好了 今天我們甚麼球都來到這裡 晚上一起看球 明天繼續來 好 停 不能停 不停 勾個杯 不要停 大家一起不要睡 拜拜